好提醒喜欢吃 撒西米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了 一名常吃生鱼片的国中生 一次啊可以吃下二十几片 没想到最近他突然出现了眼白泛黄腹痛的症状 医生怀疑他是吃了不太干净的生鱼片 先是感染了A型肝炎 后来又导致了致死率高达九成的猛爆性肝炎 差点送命 看到这么一大盘生鱼片会让你食指大动吗 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吃生鱼片是不打紧了 但要特别小心它的保鲜问题 有一名13岁的国中生 因为特别喜欢也很常吃生鱼片 一次至少吃二十几片 最近突然出现眼白泛黄腹痛的症状 就医之后发现他竟然罹患了致死率 将近有九成的猛爆性肝炎 肝功能超过几千以上 合并泥血功能障碍 或者有出现意识障碍 像是有嗜碎抽筋意识不清的情形 代表呢已经有出现这种干脑性的一个病变 那这个致死率是非常高 至少有五成以上 医师怀疑他吃的生鱼片 可能带有大量的A型肝炎病毒 只要厨师的手 或者处理的水源不够干净 食物就很容易被感染 事上A型肝炎已经有疫苗可以接种 还有不管你在哪吃饭 饮食也要特别注意保鲜与清洁的问题 这样才能够去食避免病从口入 也要注意保鲜与清洁的水源不够干净 也要注意保鲜与清洁的水源不够干净